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国是全球光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繁华都市带来便捷 但也同时遮盖了点点星光 没错 那这一集的竹梦星河 一起跟随两个追星族 通过天文望远镜 将视线延伸到了遥远的宇宙深处 探索那些远离地球数十亿光年的神秘天体 夜幕低垂 昊跃当空 在红帽桥组屋外的空地 聚集了一群追星族 搭起三脚架 装置望远镜 在耐心对焦 确保能清晰观测到星体 这晚大家不再做低头族 而是不约而同 仰望天空 如果我站在这里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 但当你用一个宇宙 在天文望远镜 你能看到更多 更加秩序 你能看到这些特别的特别 你能看到天文 你能看到宇宙的宇宙 你能看到宇宙的线路 你能看到宇宙的组织 所以有一个宇宙 真的带着人们一起来 享受宇宙的宇宙 专专业的天文望远镜 吸引不少路过的居民驻足 迫不及待 易亏夜空上星体的风貌 兴趣小组成员 讲解不合时望远镜 让初次观测的公众 可以在无尽星河之中 开启看索之旅 第一次观星的感受 当然是有个好奇心 还有当然是有点惊讶 你看望远镜的时候 那个星球是很小的 所以你要有点练习 你练习过后 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东西 我觉得我们的宇宙 你是永远看不完的 地球是圆的 新加坡处在赤道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可以同时观看 北半球和南半球的星秀 新加坡是因为在一约尺度 不管你在南或是南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多一点的星球 其实新加坡的地点 最好看的就是地球 因为它们都是一直在 上升 所以不会说很低 一定会看得到的 要观测星体 最常面对的障碍 除了恶劣天气 就是光污染 虽然本地光污染指数高 但并没有交吸天文爱好者追星的热忱 对宇宙天气情有独钟 杰拉尔丁在2014年设立了社交媒体 不时提供天文资讯 不时提供天文资讯 让更多人了解宇宙的奥秘 我使用社交媒体 通过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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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让这群国大学生深深着迷 每一周的天气都不一样 就是能够看到的星空的区域不太一样 然后因为季节也不一样 所以也是能看到不同的幸运 就觉得看星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情 然后因为也有看过那满天的星空加上银河 就觉得每次看到的话都非常有震撼 自从就觉得爱上他了 他们都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天文社的成员 尽管来自不同科系 但对天文的热爱让大家聚集在一起 目前本社的社员大概 还在就读国大的社员大概有400多人左右 那我们的社员其实背景非常非常多元 读经济或是心理学或是历史 或是工程等等的五花八门都有 只要你热爱这片星空 热爱看星星 有好奇心想了解这个宇宙 我们都欢迎你来加入我们 除了关心 社团每周也会举办讲座 配合天文现象深入讲解天文知识 一个简单的讲座 或是一个座谈会 分享会 我们基本上会以平易近人的方式 来分享一些基础的天文知识 给我们的社员 让他们能够从最根本的一个层面上 去了解天文这样一个学作 很多人听到天文这两个字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有点望而却步 会觉得这是一门很艰深的一门科学 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门学问 它也可以是一门艺术 甚至一种生活的方式或哲学 一种爱好 你不需要特别有多么昂贵的器材 才能看到这些宇宙中的天体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眼睛 那我们眼睛就是最有能力观察 这个宇宙的我们的力气 而在推广天文学的同时 天文社也希望提高人们 对光污染的意识 了解它带来的负面影响 研究也发现 其实过多的光害 会影响到人体的健康 会影响到我们生态的平衡 也造成了很多的能源的浪费 这些负面影响 那我们希望透过天文的方式 来让大家理解 其实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一个问题 也希望大家能够慢慢重视 光害防治这一方面的课题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 在灯火通明的都市 但是看见满天星斗 仿佛是一种奢侈 降低光害污染 才能找回那片繁星闪烁的璀璨夜空 今天的《诗诚有约》就播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与您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